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講一宗突發的消息 話說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加日報 在今天公佈了新一年度的全球經濟自由指數 在去年排第二位的香港 今年竟然被除名 是沒有了評級 為什麼 因為傳統基金會認為 香港已經是跟一個中國城市沒有分別 當然這件事是會非常轟動 因為特區政府幾乎年年都會就傳統基金會的評級發新聞稿 而且還會拿著排名來自吹自擂 今年忽然之間連評級都沒有了被人除了名 現在就是要跟中國大陸一起排在第107位 到底特區政府會有什麼回應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今年排名情況是怎樣的 新加坡閒聯了第1位 有89.4分 第2位就變成新西蘭取代 有83.9分 第3位就是澳洲 82.4分 香港今年就沒有了排名 所以就跟中國大陸一起排在第107位 只有58.4分 為什麼香港會在這個排名榜當中被除名 根據基金會創辦人富爾納解釋 本來香港和澳門 都為居民提供了 比中國普通公民更加大的經濟自由 不過由於近年來的事態發展 就已經是明確地表示出 這些政策最終其實都是由大陸控制的 因此在今年 兩個特別行政區就沒有在排名榜當中 再次有一個獨立的排名 富爾納還說 香港曾經是一個自由的燈塔 開放程度近乎好像夢幻 但是過去的兩年來 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權已經喪失 令到香港在很多方面 變得幾乎跟大陸其他主要城市沒有分別 富爾納已經把他的原因解釋得很清楚 為什麼要將香港和澳門從排行榜當中剔除 到底這個美國傳統基金會有什麼背景呢 其實他就是一個 比較親共和黨和保守派的一些 智庫組織 有不少共和黨的政治人物 都是從這個傳統基金會出身的 比如說 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趙小蘭就是從這個基金會出身的 所以現在人家有這樣的決定 將香港在這個排行榜當中剔除 我覺得就一點都不意外的 也是某程度上可以說 繼承了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路線 問題就是到底 傳統基金會這個行為 究竟能不能夠反映得到 拜登的對港政策呢 我認為就是有待時間來去驗證的 畢竟拜登現在上任都是短短 一個多月的時間 而且他甚少有親自對於香港問題 作出什麼表態 多數都是由他陰點的國務卿 布林肯所說 但是布林肯的回應多數都是 都是流於打嘴跑 他也沒有什麼實質行動做出來的 不過 傳統基金會現在有這個決定 就足以令到特區政府都拿手不成勢 因為 特區政府在過去那麼多年來講 凡親 這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公佈 這個排行榜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快發新聞稿出來 就說香港被評定了為全球的 第幾名的自由經濟體 總之就是拿來認爹 認威 還有就是幫自己的面上貼金 好了今年忽然之間從第2位 一下子就是被DQ了 要跟中國大陸一起排名 還要排到第107位 到底特區政府又可以怎樣來自圓其說呢 他們應該怎樣來回應 我們就看看 在去年那一份的新聞稿 究竟 特區政府是怎樣說的 他們就說 在傳統基金會發佈的2020年 經濟自由度指數中 香港排名全球第2位 特區政府歡迎基金會 繼續認同香港的各項優勢 並且肯定 香港繼續是一個充滿動力 而且具備高度競爭力 和高度開放的環球金融中心 特區政府也對於香港 在財政健康 營商自由 貿易自由 和金融自由 得到全球最高評分 感到欣慰 大家就看到 他們一直就靠這些什麼 排行榜來打 即是這個 嘴炮 是不是 他們認為自己 仍然獲得國際社會認可 今年一下子 連排名都沒有 要跟中國排在第100位開外 而且對於香港的評價 就說得很差 特區政府怎麼說呢 原來 陳茂波就回應說 不同意香港的經濟政策決定權 已經是由中央控制 他還說 基金會將香港排除在外 是沒有理由和根據的 他認為基金會下這個決定 是包含了意識形態 和政治偏見 他還說 在一國兩制下 本港的資訊 資金 人才 貨物自由流動 本港保持核心經濟競爭力 不認同對方的做法和決定 當然你陳茂波就可以不認同 傳統基金會的做法和決定 你也只能不認同 不過 到底香港是否維持著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不是特區政府自己說了算 更不是 好像邱騰華局長所說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是由基本法賦予的 因為你自己聲稱是國際金融中心 沒有所謂 人家認不認可你 而且這個認可是來自 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 不是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 現在人家正正就是質疑 究竟你還有沒有保留著某程度上的自主權 人家就是質疑你那個所謂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是否存在 你說繼續存在就可以就可以繼續說 甚至乎 你可以自己再搞一個排行榜出來說自己排第一都可以 人家有諾貝爾和平獎你可以有孔子和平獎一樣 但是這件事能不能夠獲得國際認可才是最重要的 你自吹自擂都沒有所謂的 你自吹自擂是自嗨的 人家認不認同你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2月的時候英國外交部更新了最新的營商指引 裏面提及到香港段落當中 刪除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這個描述 就將香港改稱為 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國際商業樞紐 即是已經將香港降格了 現在還衰到被美國傳統基金會除名 當然美國就不只是一個排行榜 將全球的經濟體 它的自由度作出一個排序 但是就算你將來在其他的排行榜當中榜上有名也好 這個傳統基金會除名的意義就很大 因為在往年 特區政府就很重視這個排行榜 你沒理由今年人家不排你的時候輸打贏 人家說你這個排行榜已經是沒有公信力了 是不行的 而且這個排行榜某程度上也會反映得到 美國的投資者對於香港的信心是會有多大 你往時年年都是排在頭一二位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 現在突然之間 就說你和大陸普通的城市和北京和上海差不多 沒有分別 你跌到107 那到底美國的投資者會作出什麼的決定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你說排不排的就好死 那到底人家還會不會繼續在香港投資呢 你要創造一個有利的投資環境 你就必須要讓那些投資者感受到 你這個地方是有完善的法治制度的 而且他們在這個地方的投資是會得到保障的 他們是能夠確保得到資產安全的 但是現在別人的想法明顯地就是改變了 再加上你陳茂波在上個星期才宣佈了 要增加股票印花稅 這個也是不利因素來的 因為你來到現在這個時刻 就當然要為香港的投資環境 創造有利條件才是 你反而就是為香港增添一些不利因素的 現在就雖上加雖 比傳統基金會除名 其實全世界有很多的經濟體 都在投資香港這塊肥豬肉 如果原本在香港投資的人士和機構 對香港的信心產生動搖的時候 他一定就是會向周邊的經濟體埋手 那到底他會遷移去新加坡 還是東京呢 人家每個都在搞招商 東京又在吸引香港的資金 新加坡又在吸引 人家就不斷提供經濟和政策的誘因 來吸引原先在香港的投資者和企業 你陳茂波做了什麼去應對呢 還是你其實什麼都做不到呢 在這件事上 其實美國政府的取態都是很重要的 究竟他還要不要繼續推動對華的金融脫鉤呢 暫時來說就已經沒什麼聲氣了 如果是特朗普做的當然他會繼續推動 現在拜登做就好像死死下這樣 如果他不繼續推動的時候 香港也可能會玩得久一點 如果他又繼續挑起根子去搞那個科技 那就是大劑了 那這邊廂香港就被傳統基金會除名 那邊廂有一班港資的富豪 就去了倫敦那處買樓 在上個星期 永泰地產就宣佈了 會跟董建華的弟弟董建成 銀餘副主席呂耀東 以及羅加瑞旗下的冠軍產業信託 成立一家合資公司 投資2億5500萬英鎊 去收購倫敦金融城的一個寫字樓項目 根據公告所說 合資公司的股權分佈是這樣的 董建成就持有3成1 羅軍瑞旗下的冠軍信託就持有2成7 永泰和呂耀東就各持2成1 所以特區政府怎樣來自吹自擂 說香港的投資環境和以往沒有分別沒有改變都是沒用的 這些富商正正就是拿銀子來投票 人家就跑去倫敦那裏掃樓 現在你香港又被除名了 你香港還是不是國際金融中心呢 當然你特區政府就可以繼續說自己是 不過這個國際到底是第一國際還是第三國際呢 那就不知道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